盘点博尔特那些各种不正经的比赛 在零重力的条件下 以及与汽车的较量下 依然无法阻挡博尔特的超级速度 最后一轮对决博尔特更是彰显了大个局 第一场比赛 百人学战 2016年 博尔特的生涯末期 博尔特受邀参加了一档节目的录制 节目组找来百来好人 打算与博尔特来一场百人大战 这其中还隐藏了两位明星选手 分别是博文·威尔逊和詹姆斯·戈登 看着体型 不是因为这里管范才来参加的吧 而博尔逊为了制造精彩的节目效果 管他三七二十一 裁判倒计时都没开始就一头冲了出去 节目效果也有了 接下来就是博尔特的花式操作了 第二场比赛 童年的一场娱乐赛 宝宝巴士 那个时候博尔特的状态已经大不如前 博尔特在取得领先优势后 还不忘回头瞄一下 不过毕竟还只是公交车 起步的速度还是不能与博尔特相提并论的 但如果换成GTR 那就不一定了 第三场比赛 博尔特与三崩子的50米对决 赛前热身 看这架势是要认真了 三伦老哥 你是不是油门没拧到底啊 输得不应该呀 这要是换成咋么中国的摩迪师傅 连他尾登都别想看到 第四场比赛 无视重力的一场比赛 博尔特化身空中飞人 与其他工作人员在万米高空上 展开了一小段比赛 虽然在场的工作人员 都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但是对于博尔特来说 当他处于一个零重力的环境下 自己在专业也无济于事 毕竟他只有在地球上才是跑得最快的人 不过好在博尔特具有一米93的大高梗 所以还是轻轻松松地完胜其他人 不过这大长腿不去登三轮真是可惜了 第五场比赛 这是博尔特与汽车平台拍的一个广告 也是博尔特第一次跑800米 不过本场比赛博尔特并没有对手 而是跟手机倾诉 CEO闲着无聊 想看一下到底是他们先卖出一辆车 还是博尔特先跑完800米 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博尔特也是成功割取一波 第六场比赛 沙滩百米竞赛 博尔特对战喜剧演员凯文哈特 哈特认为人高马大的博尔特与矮小的他 不应该在同一期跑线上起跑 这样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应该让个30米 博尔特能怎么办 先答应了 等下再收拾你 凯文哈特在充现的那一刻 还不忘调皮一番 充满傲气的博尔特 哪能受得了这气 直接奖励了哈特一个非者 第七场比赛 情商挖满 进行大格局 博尔特对战沙特哈利王子 博尔特毕身的格局 在此刻全部彰显了出来 这叫什么 这叫人情世故 要是让我去和哈利王子比赛的话 说不定我还能到这跑呢 大家认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